网友自述 我和我老公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的 他为人老实非常孝顺 我顿时间觉得现在像这种男人不多了 而且他也非常适合过日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了交往 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然后又商量了一下 约定约双方父母见下面 然后把我们俩婚事给办了 起初我婆婆根本就不同意 因为她觉得他们家是城里的 而我们家是农村的 觉得我嫁到他们家去 丢他们面子 于是没有办法 我老公就对她父母说 如果不让她娶我 就和他们断绝关系 这让我婆婆听了后很是害怕 其实我老公也只是吓唬他们一下 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同意了 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可是婚后的日子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老公每天上班 而我每天还要像个保姆一样 去照顾我的婆婆 然后我也找了一份工作 这样就不用每天待在家里 照顾婆婆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尽管我每天上班 回到家之后 还是要接着做饭 可是我的婆婆呢 她每天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甚至连她自己的衣服 都懒得去洗 每天下班后都累死了 还要回来给她做饭 给她洗衣服 其实我要不是看在 老公的面子上 早就和她翻脸了 想想当初我老公 是怎么对我的 所以我就懒得去和婆婆计较 然后我就想着 我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不对我好点吗 可是我的婆婆 她反倒变本加厉了 从原先的洗衣服 到现在竟然让我给她 洗床单还有被罩 然后我就用手去给她洗 她自己懒得洗也就算了 还一直不停地在旁边唠叨 说我哪里没有洗干净 让我用点劲 还说当初嫁到他们家来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越说越离谱 顿时间我心里压抑了 很久的怒火 终于忍不住了 就把她的床单和被罩 扔在了地上 并且告诉她 你也知道 我是嫁到你们家来的 我不是保姆 每天照顾你一家老小 我给你洗一次两次都无所谓 你倒好越来越过分 你不就嫌弃我是农村人吗 那我告诉你 现在的农村 和你们之前住的农村不一样 农村的路和城里的路 都是一样的 我是农村的 但是我们家也是三层小楼 还有两辆小轿车 什么电器都有 对 你是城里人 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 不还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和农村人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 你们家到现在住的 不也是个二层楼的房子 人们都出去买别墅 可你们家呢 到现在不但没有买房子 就连小轿车都没有 你们家还没有我娘家条件好呢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炫耀 顿时间 我婆婆被我说的无话可说了 我知道自己这样说婆婆很不礼貌 可是我也不是诚心想和她吵架的 只是想让婆婆通过这次教训 能够明白 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 和谐相处 比什么都重要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老公 原本以为我老公听了之后会骂我 可是没想到我老公一听我这么说 竟然还笑了 他说长这么大 连我爸都不敢这么和我妈说话 老婆你真太厉害了 我妈也该有人管了 这下看她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你了 我一听老公这么说 心里终于好受多了